喂 你幹嘛 有本事下來 下來 被隔壁轎車逼車 車上乘客迷言我異語 情緒激動 敢逼車不敢下車 他剛剛還要跟我停路邊 他只要看我港版停 結果你停下來不敢下來 前方轎車急忙開走 再看一次畫面 10號凌晨一點多 新北中正橋上 紅色轎車跨越雙白線 急著轉換車道 後方駕駛嚇一跳按喇叭提醒 沒想到觸怒對方 接著叫車開到前面 10塊10號還急剎車 下橋後靈停路邊似乎想理論 但有趣的是被逼車的車主 才下車往前走兩步 對方馬上加速離開 突然就要往右邊靠 我一下就嚇到了 我嚇到以後我就開始 開始扒他喇叭 我扒兩聲以後他就插進來 插進來以後我就再扒他一聲 他就開始急剎逼車 然後再逼了我三次 就覺得好像很威風 可是我覺得不要這樣子 我回去還是要反省一下 車上都是家人和小孩 基於保護安全 才想下車理論 或許是對方看到他身高超過180公分 體格壯碩又慢慢走向前 當場就被這幕給嚇跑 舊車行駛在巴德市民大道路口 騎士圖騎來對車輛不終止 駕駛器的按喇叭 類似行車糾紛屢見不鮮 建議別逞一時之快 逞胸鬥狠 因為永遠不知道惹到的是誰 到時候說不定 只能向這個車主看到母男下車 最後落晃而逃 姐劉市委下山新北市開訪報導